字幕志愿者 欢迎大家收看《科学新知》 这个星期有很多新闻 新闻多的状况不是科学界有很多新闻 连主流媒体也有报导 其中一个是什么呢? 其中一个是可能出现第五种力 你要讲哪四种力才知道第五种力 是的 有几样的话题 虽然是很抽象的科学 但是一说出来就似乎公众都很注意的 我们刚刚送走完一个做不成的超导体 现在就来一个叫物理上面的新的基本力是不是有突破呢? 淋个冷水 其实应该行内就觉得不是太会是 但是未能够完全排除了 首先讲讲 台长都问了 物理学里面四种基本力 有一些其实我们读书的时候不注意都感受过的 电力和磁力 我们看成为叫做电磁力 是其中一种力来的 就是说我们能够建立一套公式 也都解释到 由一套公式解释到它的现象 是不是? 甚至乎知道它的讯号传递得多快 原来电磁波的讯号是以光速行进的 我们对于电磁场的数学物理的理解是多长进的 而且是说建立了都成一百年了 那都是一个挺原备的理论 另外有一些的基本力就是我们都感受到的就是那个万有引力 就是它们明明是存在的了 但是跟那些电磁场没关的 纯粹就是两件有质量的东西 那它们就会有吸引力的了 那这个也是物理学界认为一个很基本的力 那另外那两种是什么呢? 就跟那些核子有关 那譬如说在原子核里面 它进行一些叫beta衰变的时候 那种呢 就会是一些比较重的那些这样的原子核 那里面那些重子和一些轻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种叫电药作用力 那其实呢 可以这么说呢 如果你把这些这样的电子 一些属于叫轻子类的这些电荷粒子 放去跟其他一些带电粒子走得比较近的时候呢 在很近的范围呢 它那个的电药作用力就开始展现出来了 那当然不只是带电粒子会展现出这些东西的 后来我们还发现有一些轻子类的叫中微子 它都会展现到参与到这个电药相互作用 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强作用力了 那你可以理解到就是在那个原子核里面 比如我那些金银和铁石这些元素 它的原子核里面那些重子数呢 是有高有低的 那里面有一些力是冥冥中能够帮我们 把一些带静电的东西都可以黏在一起黏得很实的 而且还要放在一个很窄的范围的原子核里面 那譬如你想一下一个碳的元素 其实它的原子核里面就有六粒中性的中子 和六粒带静电的质子 十二粒东西就黏在一起 什么可以令它黏在一起呢 就是一种叫强作用力 strong force strong interaction 那当然里面这个原子核呢 有些原子核它不稳定又会掉了一些电子出来 那那个就是beta衰变 beta衰变就属于电药作用力的一种 那这里纯粹我举例说明就是那四种的基本力 我们认为这四种的基本力呢 基本上就叫做描述了我们世界 就是物理世界所有看到的东西 而且就是说呢 这些力呢 都有它们负责传递的粒子的 那于是乎呢 由这四种的基本作用力呢 是可以直接告诉我们 整个粒子物理的基本世界呢 是有哪一大堆的粒子 是负责来组成我们的宇宙万物 那所以呢 如果说这些四种的基本力 会不会有第五种呢 是会和这些这样的粒子研究呢 是息息相关的 好了那你介绍了一个基本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说所有的标准模型 但是为什么突然间这几天说 会有第五种力 据我所知这个其实都不是今天才讲的 差不多整百年前呢 应该有一个匈牙利的文学家 Etofos 他也很出名的 因为他在匈牙利那里呢 有一个大学以他明明的 是那时候已经提过可能有第五种力 这个想法其实一直没有停过的 问题就是说呢 你找不找到一些证据支持这种说法呢 那在我们那个理论研究里面 我们很希望将那四种力 就最后统合成为一个叫做 很通用的统一的一条 统一场的公式 那在那个物理学里面 我们能够将四种里面 其中三种都统合了下来 但是唯独是万有引力 我们是搞不定的 万有引力在最基本的 就是你说如果由牛敦找出来的 那条GMM除以R二次的那条式 和在那个电池作用力里面 那个叫做Coulomb's Law 富伦定律 都是电荷乘电荷除以的距离平方 那条式的数学形式非常相似 所以大家很多的理论物理学家 大家看到这两条式就很着迷 我们有没有能力 可以将所有的力 去统合在一个数学框架里面呢? 那其实爱因斯坦晚年 就很致力去做这件事了 那到今天都未完成 那然后呢 我们很知道的就是说 其实每一种的相互作用力 中间都会对应有一个 叫做力传递的粒子存在的 只要我们找到那种 力传递粒子的存在呢 基本上我们就验证了 这种这样的墙 这种这样的作用力 它是存在着的了 那有一些很出名的 简单的例子 我们电 就是譬如说 那个正和正电之间互相排斥 富同负电互相排斥 但是正和负电互相吸引 那其实呢 在那个理论框架认为 其实中间他们在这个 这样的墙里面 传递这些 就是透过交换一些 中间的粒子 来去传递这种力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电磁墙的力传递子 就是光子 那光子我们实在是找到出来的 所以 有光子 我们就知道 有这个电磁墙 是实证地存在了 那有没有一些 这些对应是 弱作用力和强作用力的中间的 就是力的交换 传递子在那里 那比如强作用力 那就有一种叫Gluon的东西 那我们很辛苦 在实验中找到它出来 就证实到 哦 强作用力 另外弱作用力又没有啊 那也有超过一种的力传递子在那里 那于是乎呢 我们除了找到那些夸克啊 电子啊 甚至乎那些重的版本的电子 叫妙子和饕子这些这样的之外呢 再加上那些中间的力传递子呢 就组成为 就是这个物质世界 和这些物质相互作用中间的力传递子 就成为了我们组成全 我们宇宙万物的 那个基本粒子的那堆东西 那所以我们那个基本粒子模型呢 就有个 就是18个成员在那里 那如果 你说会有第五种力呢 其实就意味着呢 我们是不是找到一些新的成员 那另外又不止啊 就是会不会在一些现有的成员里面 找到一些呢 我们用传统四种力解释不漂亮的东西 解释不了的东西 那在这里呢 其实这件新闻呢 我想我们很久之前呢 有讲过差不多的研究的 那也是怀疑是不是有第五种力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也不是啦 但是现在呢 再次提上日程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刚刚在Fermilab那里呢 就是这个废米实验室 那它又出现了一个研究的结果 就是它量度一个叫做电子的亲戚 叫做秒子 或者Muron 那它的性质就是 你可以看成一粒 重一些版本的电子 它一样是带一个负电 一样属于一个叫做轻子家族 发现它在一些实验条件之下呢 它报出来的结果呢 是跟我们的理论呢 不太吻合 就用我们现有的理论的认识呢 似乎我们解释不了 为什么实验是这个数字呢 所以呢 有人就会认为 我们是不是需要引入一种新的作用力 才能够帮个合理地解释 实验的观察结果呢 那于是乎就是这个叫做 会不会有第五种 未知的力存在的根据呢 就为什么和这个秒子的奇怪行为有关呢 就是在这里这样关联了下来呢 但是如果你说去 就是假设有这种力呢 那这种力的性质 那我们现在是想不想象得到呢 还是有第五种力去解释这件事情 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呢 多数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但是可以想象 就是可能都是一个很小的粒子尺度范围 才会出现呢 因为如果在大尺度出现呢 我们就会不需要做一个这么仔细的实验 就已经看到了 那这里要介绍一下 可能大家要准备听一些比较深一点的事情 我都预计自己都会解释得吃力一点的了 那你正常呢 当初我们呢 想去了解一个电子的特性的时候呢 电子有些特性是其实很超乎 我们正常世界的想象的 我们尝试把一个电子放在磁场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发觉这个电子自己本身呢 它有自己一个小小的磁性在里面的 就是有人甚至乎理解它不是一个 只不过是一个在旋转的带电物质 于是它能够展现到磁性呢 在中学读过物理学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的 一些带电的东西一走一转转呢 就会有一个直不甭的磁场走出来的了 或者如果一个带电的行直走呢 就会有一些转转转的磁场走出来的了 那这个就是那个电池互相感生的那个原理来的 那我们一直呢 其实在这些都有成六十年六十多年的时间呢 去了解那个电子那个很微观的性质 其中就是尝试了解它那个电子的磁的性质 那发觉它的磁的性质表现出来很有趣的 它会有一些叫做自旋是很古怪的东西 就是它会像一些是转了两个圈才会变回自己的东西 你想想世界上你拿起任何一件的物件 你把它转一个圈呢 它怎样都会还原原本的样子的了 世界上你有没有见过出现了一种东西 是你要把它转两个圈才能够表现到自己原本的样子的呢 在我们现实世界不见会有的 但是呢电子这件事呢 似乎在量子世界里面 它就是一种这样表现的东西 那这件事我们很想不通的 而且很有趣啊 它这种的性质呢 令到它带来在磁场里呢 不止是还会有些少少 好像很不规则不正常的情况出现 那是什么呢 譬如说我们原本呢 预期我加个磁场下去 它呢就会有一个单位这样的份量的反应给我的了 但是现在似乎呢 出来的数字是偏离了这个一的单位多少少 多少少 但是那少少是怎么解释呢 就要牵涉到呢 我们那些对于量子世界的理解 那譬如我们如果在中学时候计算那堆数 你给多少电场 就给 就会令到它在电场受力多少 这些东西就几乎就是一对一这样对应的了 那甚至乎普通的牛敦力学的世界 一个单位的力 就给到一个单位的加速度 如果你那个质量是一个单位的话 那就是一乘一等于一的东西而已 但是似乎呢 在这个研究这些电子和秒子 它在磁场怎么受磁场影响的时候呢 就发现有些东西就不是一对一这么简单 但是出了多少少给一凸了少少 或者给二凸了少少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怎么来怎么解释呢 我们最后发觉就是牵涉到对于 那个电子自己本身 和周围它那个真空的相互作用 的一种 好像是一种残余的结果来的 那正正就是因为呢 我们的真空不是绝对的真空 真空上面有很多的起伏 所以这个电子自己本身呢 它不单止对于外面加的磁场有反应 它还要同一个呢 似有似无的真空有额外的反应 所以它似乎就是 你给一个单位下去的东西 它似乎有多个一个单位的反应给了出来 那这一样东西如果在经典世界里 是不会出现的 但是真空里面 没有东西是绝对是零 会有一些起伏 这些起伏 就令到我们这些电子 某一个的参数呢 是会偏离了一些 那譬如你说的 Richard Feynman 它自己最出名的贡献 就是帮忙解释电子上面 和那个质值上面 它对于外加磁场反应的时候 为什么会看到多了一些 好像不正常的东西 就是它引入了一样 叫做量子电动力学的这个学问 其实后来也就是一个量子长论的东西 就是帮我们把这些微观粒子世界 但是一些因为量子力学效应的那些物质行为 解释得更加正确和仔细 在电子的情况 我们解释得很好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知道 这个电子 它大部分的那种额外残余反应 就由它和周围的其他的一些真空 它产生出来 那我们用同一套理论 来解释秒子的时候 我们都得出不错的结果 在少数后的头那五六个位都OK 但是你再掃到一些去到第七八九个位 开始有些东西古怪 就解释不了了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运用到Richard Feynman 他们建立下来那套量子电动力学 那套这样的学问 将这些东西计得很清楚了 那现在呢 在这个Fermilab那里出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那个实验测量出来的数值 跟我们的原先理论那里呢 是有落差 但是这个落差 合不合乎这个实验的误差范围以内呢 都仍是合乎 但是呢 我们似乎呢 经历过不止一次呢 就看到是出现了一个误差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开始怀疑究竟这个误差 是不是来自一个随机的结果 而是来自一个实实在在的误差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理论上有缺失 所以才造成这个误差呢 那现在就是我们在怀疑的东西 但是这里也要强调一下 这个误差不足以强到地步 令我们觉得有一个有意义的错误在里面 它是有一个误差 但是误差依然是在我们的实验范围 容许误差范围以内 那你的假释就是可能我们量度不够精确 就是有少少一些事情呢 就是我们在误差了 现在是不必要去推论到有第五种力 是不是这样意思呢 是的 这里就是了 究竟是理论出了问题 还是实验出了问题呢 作为物理学家 他们更加希望是理论出现问题的 就是更加希望是有第五种力在这里的 因为如果这样就代表有新发现 但是在这个事件里面 很多做行内做实验的人 就说大家冷静一点点 先不要乱乱那么快 引入一些新的 未能够证实的虚构的力在这里 其实很可能在过往经验里面 就告诉我们 只不过我们去计算 那个实验仪器反应的时候 有一些事情忽略了 就是究竟明明实验应该要量到这个数 但是我们考虑少了某一些效应 会不会是这样呢 在过往都出现了几多这些错误的 所以现在呢 就是去到一个叫做数据检视的阶段 究竟是不是就是说 有了第五种力来去贡献到下去 那个秒子的结果的误差 暂时不知道 那在这里很有趣的就是 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要利用到秒子来计算这个呢 那就是因为秒子它是一样 比正常电子重的东西 于是乎呢 我们运用在同一个理论来做计算的时候呢 正正就是因为秒子重量重了呢 就令到有一些 原本不应该这么重要的效应 忽然之间变得效应更重要了 那就是说 譬如那个 在考虑那个秒子那种古怪行为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考虑到周围真空的起伏啊 还有就是这个真空起伏的内容有些什么 它是真空里面突然间产生些什么的起伏呢 会不会是有一些 叫做是 我们纯粹是那个电池的起伏 会不会有些纯粹是那些其他粒子的起伏 会不会是有一些 我们未知 需要引入一些未知 但是存在的粒子去的起伏 都有贡献在里面呢 如果是有一些未知到存在 但是应该要有 原来考虑漏了一些粒子的起伏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怀疑了 会不会这样 未知的粒子 就是跟第五种力有关呢 其实那个逻辑就是大约这样去 那现在这个废米实验室 做这个可能的数据出来 那是不是要其他的实验室都要验证 就是例如 在欧洲的大型粒子对藏器 都会做回同样的实验呢 我想就算去那个Fermilab自己本身 都要继续去重复这个实验 还有也都开始有实验的人去提出 会不会是在那个运算结果的时候 考虑漏了一些探测仪器的特性 令到我们计算出现了一些的不差呢 那可以就是说 要再检视的一个阶段 那暂时来说呢 是Fermilab呢 就继续在这个研究秒子 那种在瓷場里面 多了一些不正常行为 的这个实验呢 就暂时他们做得最多 累積最多的数据在这里 好 这次我们去结束 我们下一次再回来 按赞 分享 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甘祥工作室节目